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孩子们又开学了,很多家长免不了一大早起来准备早餐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虾皮大饼 整个制作过程手不粘面,用筷子搅一搅就可以搞定 这样做好的饼子特别蓬松渲染,而且营养丰富 首先准备400克的普通面粉 300克温水中加入4克的酵母 充分地搅拌,让酵母完全溶解 接下来往面粉中打入两颗新鲜的鸡蛋 搅拌一下,先让面粉和鸡蛋混合均匀 再把化好的酵母水分次地加入面粉里 像这样边倒边搅拌 最后调成这种粘稠度的糊状就可以 盖上盖子,先把面糊饧发至两倍大 这一步通常可以提前一晚上做好 放冰箱冷藏发酵一夜 第二天就可以快速地做早餐 早上起来以后,准备一根胡萝卜去皮之后 给它切成碎丁 如果觉得切丁比较麻烦 可以像我这样敲呀敲,敲呀敲 再准备六根小香葱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切成葱花备用 平底锅中加入一大把新鲜的虾皮 然后开最小火把虾皮炒香 像这样表面完全变色 就可以盛出装盘备用 经过一夜的冷藏发酵 面糊也已经醒发好了 把切好的胡萝卜丁倒进来 再加入切好的葱花 还有炒过的虾皮 由于虾皮本身是咸的 我们就不需要额外的再加盐了 最后再加入一小勺的白胡椒粉 用筷子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顺便排一下面团中的空气 搅的时候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用这种没有规律的搅法防止面团起筋 电饼撑先不要开火 上下盘都刷一些食用油 把搅匀的面糊直接全部倒进来 把面糊直接倒进来 准备一个勺子或者是刮刀 上面振上少许的食用油 给它整形 整形好之后 给表面再刷上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不要开火 让面糊静置上5分钟 时间到了 上下盘打开中火预热一下 预热好以后 先盖上盖子 中火烙上3分钟 然后再赶小火烙上3分钟 整个烙饼的过程只需要6分钟 用铲子压几下 感觉很有弹性 就说明已经熟透了 打开盖子的瞬间 就能闻到浓浓的虾皮香味 这种用虾皮做好的发面饼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鲜美 营养好吃 还能补盖 最关键的是手不粘面 做法非常的简单 提前把面糊放入冰箱冷藏发酵 第二天10分钟就可以搞定 特别的简单省视 里面满满的蜂窝组织 特别的柔软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 点击关注 查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